性格极其强势的女人 命运究竟有多悲惨 十年前 她亲眼目睹了丈夫出柜的一幕 悲愤交加下 她做出了一生中最后悔的决定 正是这通电话 拉开了她悲惨人生的序幕 在回家的出租车上 女人伤心欲绝 女人想不明白 一向言听计从的丈夫 为什么会如此背叛她 她找到了闺蜜诉苦 然而闺蜜没有同情她的遭遇 反而开始指责她 闺蜜之所以这样说 是有原因的 女人虽然是城里人 却没文化 下岗后只能在街头摆摊卖东西 久而久之 她的性格变得泼辣强势 责心的东西 那个答案是好意思 而她的丈夫却是个从农村考进城的高材生 不仅成为了厂办主任 还分得了一套新房 然而她性格懦弱 是个彻头彻尾的欺管言 搬家的这天 女人因为价格问题和搬家工人争吵 女人自知理亏 想让丈夫出面说几句 可丈夫却为首位为不露面 见惯了丈夫窝囊 女人也只能痛骂几句 搬完家后 丈夫给工人发烟 还让儿子下楼买汽水 尽管丈夫颜面尽失 但她大气也没出一声 显然 对于这样的情形 她早已司空见惯 工人们对她表示了同情 没等丈夫回话 女人就骂骂咧咧追了出来 当晚 女人准备了一桌好菜庆祝搬新家 丈夫却低着头一直闷闷不乐 也许是受了工人白天的话的影响 经过片刻的沉默 丈夫终于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女人起初没有当回事 但从那一天开始 丈夫越来越少回家 不是加班就是应酬 回到家里 她也是一个人睡沙发 面对丈夫的决绝 女人开始感到慌张 她放下往日的高傲 放下身段 努力讨好丈夫 甚至还低声下气 为她洗脚 然而丈夫并不领情 女人又搬出孩子当救兵 可这一切只让丈夫 对她更加反感 见丈夫离异已决 女人气脑的原形毕露 将所有的怒火都宣泄在儿子身上 丈夫的内心压抑到了极点 妻子多年来的强势刻薄 已经让她心里焦脆 而此刻 厂里的美女同事向她示爱 在温柔闲静的女人面前 丈夫仿佛重新找回了自信 变得意气风发 这天 女人突然接到丈夫的电话 称晚上要加班接待领导 明当女人察觉到一丝异常 早早来到丈夫工厂门口 进行监视 一路尾随 最终她发现了丈夫的丑事 一气之下选择报警报复 丈夫被抓后影响恶劣 厂里立即罢免了她的主任职务 女人却假装大度原谅了她 从那时起 丈夫深感内疚 再也没有提过离婚 但女人错误地以为 抓住了丈夫的把柄 变得肆无忌惮 甚至当着外人的面嘲讽她 丈夫无力反驳 只能更加沉默 幸好儿子察觉到父亲的难堪 女人的行为就连闺蜜都看不下去 女人却质弱网闻 她没有意识到 这种行为将丈夫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这一天 因为老家的房子被拆迁 婆婆不得不来城里投靠儿子 这激怒了女人 她在电梯里甩脸色 即使丈夫低声下气讨好 想让她在老人家面前给点面子 女人依旧不为所动 一进房间 女人立即发泄怒火 不想让儿子难堪 婆婆拿着行李黯然离开 无处可去 只能独自坐在台阶上抹泪 最终还是孙子找回了奶奶 看着不停啜泣的老人 女人也很不下心再多说什么 默默搬出折叠床给婆婆睡 这时的丈夫面如死灰 心中充满了无力感 为了宣泄内心的郁闷 再次找到了同事 想和对方于情未了 眼看男人没了主任职务 同事不再保持娇媚 不想搭理她 我毛别的意思啊 就是想捡哈子你 我蛮喜欢你 最终 真情流露却只得到 对方复杂的浅笑 妈觉得人 是个蛮好的人 但是 不太懵惰了女人 后来 没有人知道丈夫又听到了什么 她茫然地来到了工厂 却又接到了一个坏消息 由于之前的事情对她的影响 她被列入了下岛名单 一瞬间爱情和工作都没有了 离开时 她走得格外失魂落魄 过了不久后 女人在警局接到噩耗 今天中午 有个人调了儿童 起初女人并不相信 直到对方递来一封湿漉漉的遗书 人生真是痛苦 有些事情 我不发面得 老两 小宝 对不起 遗书上有对母亲充满愧疚 对儿子充满歉意 唯独对陪伴了十几年的妻子 只字不提 那刻意的刘白 仿佛在默默诉说着无尽的怨恨 葬礼上 婆婆伤心欲绝 儿子也冲上来奋力发泄 然而女人始终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我三思不得为她哭 我想不清 毫不容易半了心 一孩子说离婚 一孩子跳了江 闺蜜劝女人为了生活早日代价 但一生要强的女人怎么会屈服 为了担负其养家的责任 女人辞去了轻松的卖货工作 毅然决然地做起扁担课 每个晚上 她会将赚到的钱如数上交 如此辛苦付出 却没有换来婆婆和儿子的一丝体谅 儿子小宝甚至公然和她作对 把父亲的照片摆在女人床头 女人看到后没有像以前一样大发雷霆 只是默默地收起了照片 含泪将那份苦涩埋在心底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女人没有一句怨言 默默地挑着扁担走机串响 用瘦弱的肩膀支撑着整个家庭 时光匆匆流逝 转眼已经过去十年 曾经容貌娇好的女人 现在早已是头发苍白的老嫂子 幸好操劳半生的她 终于用汗水将儿子送进了重点高中 我的小宝又死第一名了 拿着儿子的成绩单 女人觉得即使再辛苦也值得 然而十多年的岁月沉淀 依旧无法抚平儿子内心的怨恨 从小到大一去 做一做完的毛 做一做完的毛 你还会不会说别的 这天婆婆叫来了女人 于众心长地告诉她 你收了这么多年也不容易 你要是想再找个人 我也不反对 但是又一样 女人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然后匆匆回到了房间 多年来生活的重担 已经磨去了她内心的锋芒 眼看儿子高考在即 女人难得休息几天 想在家照顾儿子 可婆婆却说她在家 只会影响孩子心情 无奈之下 女人不得不离开 她来到朋友的家 朋友曾经在女人卖货的市场 担任管理员 她对女人一直有好感 后来和别人打架 蹲了十年牢 不久前刚刚出狱 听说女人没有去想 于是热情地收留了她 这个晚上 女人正在帮助受伤的朋友擦背 谁知儿子突然找上门来 看着女人从床上下来 儿子感到恶心 朋友忍不住出手教育 两人当即扭打在一起 可学生怎能是社会老炮的对手 小宝很快就被按在地上遭到毒打 看到眼前的场景 护子心切的女人随手抄起酒瓶 楼下的伙伴听到声音赶了过来 女人紧紧护住儿子 生怕她受到丝毫伤害 幸好朋友没有为难母子俩 让他们安全离开了现场 大雨中 女人不断地哭着向儿子道歉 幸好儿子没有因为这是影响发挥 反而荣登全是状元 工友们都向女人表示祝贺 说她马上要享福了 这一天 儿子破天荒第一次邀请女人回家吃饭 女人的脸上洋溢着欢愉的笑容 以为自己多年的付出得到回报 然而儿子首先拿出父亲的遗证 倒上一杯酒 女人顿感五雷轰顶 无法相信自己十年来的辛勤复处 居然换来了这样的结局 女人不愿让局势变得更加难堪 将儿子叫到了天台 生平第一次打了她 多年沉默的儿子终于说出了内心的词 你自己喊 照片上的女人竟然是丈夫的同事 原来这张照片 是她无意间从父亲的书里找到的 多年来 儿子一直想揭开父亲自杀的真相 她费尽心思找到了同事 才了解到父亲在跳江前确实找过她 那一天 同事告诉丈夫 两人在宾馆之所以被抓 是有人打电话举报的 而举报人就是她自己的妻子保密 随后丈夫浑浑噩噩地去宾馆求证 真的验证了同事的话 原来将自己一步步逼向深渊的 居然是朝夕相伴的枕边缘 在绝望和愤怒的无法释怀中 丈夫选择了跳江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了解真相的女人如遭五雷轰顶 她的眼神躲闪 颤抖着一步步退后 女人亮亮呛呛地走下楼 无法相信竟然是自己 压垮了丈夫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一刻要强了半辈子的女人终于崩溃了 她跌跌撞撞来到江边 把她隐忍多年的泪水肆意挥洒 在丈夫跳江的那座大桥上 女人的状态与当年的丈夫如出一辙 迷失又茫然 此刻正值毕业季 学生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江边庆祝 女人望着生疼的烟花出神 她突然意识到 她从未拥有过如烟花绚烂的生活 半生都在与亲人的争吵 猜忌和怨恨中虚度 沉思时 一个孩子走了过来 女人拿起相机 在孩子们满怀激动的神情中按下了快门 没有人注意到她眼角的泪痕 也没有人在意这个才四世出头的中年妇女 为何如此苍老憔悴 看着孩子们充满青春活力的样子 女人突然释然了 如果她像丈夫一样走上绝路 儿子的后半生 或许也会深陷愧疚和痛苦之中 在江边坐了整整一夜后 女人回到了家 婆婆终于拿到了期待已久的房产证 女人一边整理行李 一边喃喃自语 单结心力中为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 女人默默挑起那只养了十年家的扁担 终于离开这个让她万箭穿心的家 她以为剩下的日子只能孤独过活 不成想朋友听说了她的事 早早后在了楼下 影天万箭穿心到这里就结束了 故事里哪个剧情就触动你呢 下一个剧情就能到这一年 下一个剧情更多不受了 下一个剧情就能进去 下一个剧情就能被打开 下一个剧情就能比赤 下一个剧情就能去